作為一個投資工具 今集會介紹一下西方的抽象畫 究竟有欣賞和投資價值是怎樣 今天整集很高興建你Eva 向你介紹一下 Eva我知道你是業務畫家 最近都搞了一個畫展 其實你為何這麼喜歡一些抽象畫 以及你何時開始學習抽象畫 我上個月剛好在香港的藝術中心 和幾位朋友舉辦一個畫展 展期在4月9日至14日 展期有1230人到場 另外我們Fusion最弱的這個數字 我有幸這張提述 就是自從2011年大學就數量開始 我是一個非常圖比較年之前的二名畫家 我的畫畫作風大部分都是那種 像畫式抽象畫 至於為何我喜歡畫抽象畫 我覺得抽象畫對每個人來說 比較容易控制和掌握 還有我很喜歡抽象畫 不會有一個框架固著我 有無限的空間可以發揮 所以我喜歡畫抽象畫 抽象畫 抽象畫本來今天就是很天馬行空 很超現實的 其實畫的時候 是否都是比較積慶 是沒有一個草圖的情況 基本上就不會有草圖 因為只有一幅的奏品是讀一無二的 所以不會有草圖 是 都是比較積慶的 感覺來就開始畫這個情況 至於是否積慶 就要好視乎畫家本身 是否屬於天生正的一種 天生才有這種先破壞的能力 先破壞的意思就是 你完全不需要經過任何思考 就可以隨時動筆 可以隨心所有 然後才整理圖像 我們都會叫這種畫法 做亂畫法 是 亂畫法 是 亂畫法 又籠統一點 今天就帶了幾幅你的作品上來 我們介紹一下 首先中間這一幅 我看到你早期的作品 用一個素描的形式 去做一個畫的畫像 我記得雖然不是抽象 但仍然是一個形體 有個類似面具 它是你的自畫像 代理些甚麼呢 這幅是我早期的素描作品 面具是自畫像 自畫像其實可以畫你個人的性格 你的想法 你的體法 甚至是感情書章的演繹方式 都可以的 素描在創造藝術方面 是一個不能缺的基本元素之下 因為你原筆都說不好 你怎能夠再繼續去控制一些比較複雜的筆桿和牙條 所以素描這個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這個面本代表著 怎樣養的你呢 既然是自畫像 我用了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幅我對人性的看法 對 我用了背後 是一些好像細胞的形態 但又離不開前面這個面具 面具就是代表隱藏 那塊面衣就是代表掩飾 那其實你可以說 可以找個醫生 只要別人割開去 看完裡面細胞的體患 那其實我是想比喻 人性就是 我往就不想被人看 爭到你的底患 你的偽善 所以永遠都想藏起來 是看不清楚的 這個是實際人性 是 人性的一種的表達方法 是 用面具來去的 表示 另外你隔壁一幅 就見到有多一點顏色 亦都是見到一個形態 一隻鏡像 顏色對比方面都挺強烈的 看到 由淺色到深色 這一個也是你自畫像 又代表些什麼呢 這個小姐是沒錯 代表我個人 亦都是代表其他又相同中 與其他人 因為人生很多時候 往往會遇到一些很艱難的兩極處境 所以亦都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這本亦都是我的一幅感情書章的作品 在秋象畫裏面的顏色的配搭 這麼強烈對比的話 是否都是秋象裏面的一個元素來的 這本畫我用了一種兩極表達方式去演繹 兩極的意思是 首先要有一個天和地很大的對比 另外我用了極寒毛肌的冰山 去相照對比這個 亦都是毛肌極深橙的顏色的熔岩 另外我亦都用了藍橙對比色 用了很淡的藍造冰山 很深的橙造熔岩 做了兩個不同的對比 另外基於背景是毛肌體 所以前面我會有一個有肌的雀 去做一個表達 做一個前後呼應的作品 對比前後呼應的感覺 這兩幅都有些形體 我再介紹一幅 是完全見不到一些形體 純粹都是一些幾何圖形去透圖的 例如這幅一樣 用了很多圈 一個個圈 去代表 其實這些收藏畫 是否通常都用幾何圖形去表達一些意思 用幾何圖形是其中一種表達的意思 我這幅畫就沒錯 是用了大量幾何圖形去做基本構圖 我採用了半透明的圓圈 才霸佔整幅畫的大部分空間 因為我想在這幅畫上放出這麼多色彩 半透明就不會把底層的色彩都遮蓋著 但是因為基於這個原因 半透明的底色 必須用鮮艷的顏色 再襯托出來做一個互補的角色 另外又用了一個單一的金屬板色 作為一個對比色 一個單調一點 一個很多色彩的對比 再做一個特別的構圖結構 你就好像見到有個四眼仔畫出來 那裏有隻眼睛、嘴巴 好像被一些圈圈 好像埋活了它、陰活了它 不過看上去每一個影體都比較困難 四眼仔可能都想像力 這兩個眼珠 這個嘴巴、鼻子 這個下巴 你可以當眼弧桑 對 有些想像力才行 可能都是抽象畫 但其實你想畫這幅 代表什麼東西呢? 你的心情 還是有什麼觸法你畫了這幅畫出來 其實主要我想畫一幅非常多色彩的圖畫 嗯 那我就要把它看上去 怎麼可以帶這麼多色彩呢 那你就用了半透明的圈圈 因為可以帶出這麼多色彩 因為如果你不用透明 它就會把它蓋了底的顏色 那你就看不到 現在這樣的效果 你就完全看得到底底面的顏色 但這個就非常色彩功夫 對 那下面這一幅呢 色調比較單一 還有完全是看不到任何的幾何圖影 都是一些線條為主 那在這個抽象畫裡面 一些具體都挺常見的類型 其實怎樣製作和背後帶出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畫面是屬於 這個板像飯式抽象 板像飯式 沒錯 沒錯 那也是首先要先用數量 用大量的不同的抽象化形體 那些橫象化形體 就先把整個空間霸佔了 那你就 雖然顏色單調 但是用一個顏色 你又要調出很多不同的調子出來 是製造那個空間距離感 你會看到好像很深的這個顏色 就令到你覺得看得好像很圓的距離 那這裡就比較 好像有一點光源的地方 而且比較近距離 而最淺色的就好像在你跟前一樣 而這幅畫 用大量的數量 你就可以令到你那個構圖 你用不同的角度 左手邊 右手邊 三十五十都角 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圖像出來 是很有趣的 對 用那些顏色調可以帶出一個距離感 對 但也挺抽象的 都需要用不同角度 要加 要一個線 現在去想一想究竟是代表什麼 另外你身邊這一幅 顏色出來也相當豐富 但感覺上這一幅 就很天華行雄 跟之前那些也很不同 比較感覺上就是 顏色多 但又沒有一個構圖 看不到出來 其實這幅你又想表達什麼 這幅首先我想介紹一幅畫 不是幻寶畫 因為八成以上的顏料 都是用剩的 全部打上去 才後處理這個圖像出來 所以是比較 先破壞 然後就破壞 沒錯 其實這幅也是 剛才那幅也是 先破壞 先畫上去 然後慢慢撿回圖像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地方很厚 有些地方很薄 就是因為 視乎當時剩下多少東西 嗯 然後你打出什麼感覺 有什麼思想 其實我們幻寶法式抽象畫 基本上是很自然的 是你先破壞之後 你就會自自然而看到一些形體出來 然後你才慢慢地 就像好過 沒錯 這幅畫我會好像做到 有兩個不同的物體 這個我說是前鋒人 這個好像有隻怪獸 當時是你很自然地 做了你就會看到 是 然後馬上勾出來 然後自己會有個故事給他 就是 我會說 這隻怪獸的前身 是一隻王子 所以他現在很不開心 在哭 在哭 在哀愁 是 所以需要一些豐富思想 才會有 是 看到其實有些畫 青著畫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真的很青著畫 為什麼他定性一幅 是有投資價值的青著畫呢 要從事藝術分析 從事藝術分析 從事藝術分析 你要去界定一幅投資 值得投資的畫 的價值 你不能夠單單純 基於藝術家本身的名氣 也不能夠單純為他的贊助商 而界定 一定要跟他本身整個古人文化 是有關連的 首先 幾方面看 第一 他一定會不會有 物料價值 物料價值 他會不會是用 很名貴的材料 例如黃金 銅 或者很稀有的物料 你很難找得到 製作 第二點 就是 他有沒有象徵性意義 譬如有沒有宗教意義 歷史意義 甚至乎國家 或者民族性主義 這都是一種象徵意義 而第三點 必須是一幅完整靠圖 完整的作品 必須有構圖結構 有空間處理 有顏色處理 還有光暗處理 這幾點都需要有 而最後一點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本身這個作品 他的力量 他有沒有明白 怎麼說呢 他這個力量就是 他當中包含到尾 還有內容 能夠動搖到你的看法 你的觀感 還有會不會令到你 愛上去做這幅畫 甚至乎我一定要擁有它為止 是 有個力量在做 對 這個神身態 那看一下那個畫家 藝術家有沒有這個功力 可以吸引到那麼多人 是 令到那麼多人可以產生共鳴 要欣賞一些藝術畫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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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